自己的车祸自己处理吗 排中有交通分队的援警 接获民众报案 要赶去处理车祸事故 却在没有号制灯的路口 跟重机发生车祸 导致女骑士手脚擦错伤送衣 网友讨论 那么警察是不是会求援兼裁判 警方表示当然是会秉公处理 另外在新社则是有汽机车 在过弯处不慎发生了碰撞 而轿车驾驶发现出车祸了 竟然还扬长而去 警车开在巷弄里 要去处理车祸事故 行进到没有号制的路口处 右转要切进车道 结果和执行重机发生擦撞 骑士大自行翻转一圈 重摔落地 警车左前车头严重毁损 重机倒在一边 尤其是痛到爬不起来坐在地上 窗户的远景 这下去不了民众的事故现场 还得叫同事来处理自己的车祸 大重机驾驶皇女 手脚擦错伤 送侵权医院治疗后 缓家休养 双方经久策均无九星反应 本案由谈之小队依规定处理 因为驾驶是交通队远景 网友质疑会不会有 球员兼裁判的状况 警方表示后续交友 交通小队处理 肇事责任判定还要理清 另外在新设中心里 骑士并行过弯 不是和左边的轿车发生擦撞 机车重心不稳 导致骑士连人带车 失控摔车 旁边热心民众发现 经机停车下车帮忙残扶 不过轿车驾驶 被发现出车祸 直接开离现场 留下摔伤的骑士 谢谢大家的组合报道